在臺灣的烏克蘭人 Alina想到遠在八千公里外的家人 心情百感交集 怎么也没想到和他们的视讯对话 内容竟然是生离死别 即便人在危难中 父母想的却还是自己 Alina语带哽咽 红了眼眶 跟家人的每一次对话 仿佛都是最后告别 Alina的家乡就在乌克兰东部城市 随着战线逼近家园 Alina却束手无策 行政院二号开设捐款专户 首日涌入超过七千万元 北市府也打算启用 社会局的紧急救难金 协助波兰姐妹市华沙市 捐赠收容难民的物资 而民进党也捐赠一百万元 华沙市政府自函给台北市政府 他有列出他目前在收容 他已经收容几十万的 那个乌克兰的难民 所以他有些清单需要台北市帮忙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这个 目前外交部从乌克兰撤离的侨胞 共计四十七人 目前还有九人滞留在乌克兰当地 如果你在乌克兰的话 我们是建议你要尽速的离开乌克兰 乌克兰战火持续 让外交部撤离行动增添困难 只期盼战争快快结束 不论台湾人或是乌克兰人 最终都可以平安团聚 进行王志仁肖宇智采访报道